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望向编辑部的6点钟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就是2022年的4月10日 星期日傍晚6点钟时间 今节有我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 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部 沙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首先回来说一说 今天疫情的数字终于跌穿2至头 新增了1921宗 分别是核酸检测88宗 而有1033宗就是快速测试的个案 对于疫情继续跌下去 当然是好事 对于特首来说 现在的特首 我意思是 林郑月娥都是一样跟大家很期待 跌到三位数字 跟大家说个Goodbye 我想可能林太现在都会每天留意着 下午4点钟所公布的数字 他很期待有一天看到跌到三位数字 就说明天不用回来 11点的时候就会还有一天自由 开始其实大家都对于这个疫情记者会 开始有一点闷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不过都有一部分的资料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其实如果现在要留意的资料 大家听我简单地说了今天11点的疫情记者会有什么 可能你会发觉这些留在香港电台做这些新闻简报 说了就算了 到时又登上网页 然后又发放给不同的媒体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要特首来说 开始都开始有一种叫做一些情侣 去到一个阶段 就是过了那个叫热恋期了 大家开始发觉习惯了 没有当中那种刺激感或者新鲜感 因为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叫做疫情记者会呢 我意思是是林太那个 可能是一些叫做政策上的东西 或者是要澄清一些社会上的谣言的东西 如果我们大家留意一下 没有那么多的什么政棍 在这里又说要三个不是几天 又说什么求中央 又说要有什么十项建议 五个措施 八个可能 然后有三个呼吁 然后这个又说整个公开信 那个又说要李家超去回应 那个又说要特首去回应 这样那样这样的 那么他们说完 然后市民又说 然后可能大家看到情况又这样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怎样怎样呢 市民应该要怎样做呢 太多这些这样的不同的讯息 不同的人去说这些不同的方向 还是怎样呢 哇 市民都无所释从 这个又说想跟那样 那个又说要什么求中央 哇 那就真是更惨 黄大仙你求签 有自身有家宅有什么爱情 有什么学义什么都有 那如果这样来说 都叫做好些了 大家都叫做理解到 疫情也都缓和了 距离4月21号 首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也好 或者其他防疫抗疫的措施也好 可能会有新一轮的风波 不过可能呢 各位听众可能在听着节目的你呢 我都没有小孩 或者我小孩都大过了 正在上班 可能不需要关心太多了 所以未必叫做引起到叫全城关注 那之前很多东西的 有些说什么未打针的 会不会什么坐在窗边 又说什么不准他们参加 学校里面哪些活动 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纷纷扰扰 我都在留意中 还有4月21号 逐步放宽的社交距离的安排 而且开始可以陆续交还 暂借用作隔离设施的公共屋邨 那我们在另一节的节目 用不想广场里面 提到的 如果现在真是疫情跌到三位数字的话 大家还记得 政府的医生专家顾问 许树昌他都说过 最好最好 起码见到疫情 是跌到三位数字才想 好不再搞那些全民检测 或者叫做全民强检 那今天有记者都有问过类似的问题 那林太都说要等到 刚刚今天完成了的叫做 全民快策这三天之后 再检视一下全民强检的需要 也都需要考虑什么 香港的疫情发展 特区政府检测的能力 和对市民的影响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有记者问到 现在还有几千宗 至少到断签断签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究竟是否合适呢 那林太就说 疫情的情况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面对着Omicron传播力极强 但是症状比较轻微 不能够用之前的标准来看 还有之前摇摇样样的 关于什么学校呢 是不是可以搞疫苗通行证呢 那林太怎么说呢 她说政府不会以可以打针或者不打针 去决定学生究竟是否可以上学的 因为上学对学生很重要的 如果学校都需要疫苗通行证的话 那对学生就很不利了 尤其是3至11岁 有20万个学生都未打第一针 她就说你是不是忍心 令到三成的学生只可以留在家里面 上这个网课呢 虽然林太这样说 有个政治风险 因为到时真的 万一复课之后 有就算叫做很小部分的学校 然后小朋友出现确诊 都会因为这样的事 而赖回特区政府 当中不搞疫苗通行证 上学重要 是不是人命不重要 有机会出现类似的说法 所以这些服务方面的事情 真的要小心一点去处理 说完林太今天的疫情记者会之后 我想说说另一件事 我在早上的时候 香港早晨时段 都说了一件 就是关于下城门水塘那个行山那里 如果昨天 已经有一个男士 因为失足 跌落了一个三十米深的山坡里面 然后就云归天 救不回了 那就很惨了 她自己本身惨之余 留下她的家人 也都非常惨 就是她的儿子和她的妈妈 白头人送黑头人 还有 如是者 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小心避远去这个下城门水塘 不要走那么近 或者在附近走下算呢 或者离远望下就算了 还有今天 竟然发觉 仍然是人山人海那么多人 他们当了自己是 书不空的 在那儿爬山 像猴子 还要继续冒险的 攀爬这些的 超壁山坡 玩完玩 真的有个哥哥 他这次就不是跌了30米 跌了10米 他想着走折径 怎麽就沖了下去 搞到头爆肝 如果有人在这里 云归天了 你都不怕 还要再这样玩 我都只可以摇头探息 问一下究竟 为什麽你要找命博 其实呢 那么多地方可以去行山 去玩 为什麽偏偏都要走到这里 还有 这个跌了10米 坑爆头的哥哥 都100年多了 我想应该都接近50到1元了 即是和昨天出事的位置差不多年多 即是你跌了下去之余 还要别人去救你 或者其他的医疗团队 都要来帮忙 真的都挺过分的 那当然呢 你说行山一定会有意外的 但你不是大哥 你要这样去挑战这些 是吧 那么大个人 那不化的 那就讲一下特首选举的东西 那也是那一句了 替林太高兴 现在那个压力呢 再进一步 这样遞减 这样遞减 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呢 好像没什么人理他 那个疫情记者会 那些这样的 之前呢 就看着来唯 疫情记者会出了之后 马上就将他说的那些重点 就拿出来骂他了 不论王也好 男也好 都骂了 其实男呢 是骂得比王的 那王那边呢 其实主要来说 都是笑他 说他 为什么还不放宽 那么紧张 因为他们是 病毒共存友 共存派 他们永远呢 都是拿什么BNO组加 出来拿来对比 还是怎样的 或者拿去其他 不同的地方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为什么这么紧张 那因此呢 所谓的建制的力量 就骂得最厉害了 因为觉得好像不跟他们的机 或者他们说到 很多建议出来不做 那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先回来 见谭耀宗都出来说 就说 似乎呢 今天呢 就有机会 拿够足够的提名票 入閘的了 那也都在电视节目上面说 说 因为防疫措施的关系 所以昨天的记者会 就要在网上举行 那虽然说 竞选活动呢 是获得豁免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的 但由于场地的限制 再加上 政务司司长这个职位 目前都是原空的 使得部分的豁免申请 都未能够处理 也挺有趣 自己不能够处理自己 之前的工作 我觉得挺过瘾 那也都说 会在今个月的21号 就放宽社交距离之后 再研究一下 有什么实体的活动可以做到的 谭耀宗自己都说 对于李家超昨天的表演 都觉得不错 也有帮李家超补充 其中一个施政方向 就是以结果为目标 都解决不同的问题 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 政府以往部分的措施 即使可以将程序缩短 举个例 有些什么都很空泛 很缩短 你说容易 那怎么熟 房屋问题 可能已经积压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未能够解决 也都说 从土地到兴建房屋 都涉及很长的程序 相关的程序 是由公务员架构制定 也都形容 并非是什么天条 如果能够经过立法会的同意 就可以去修改 而且更加可以缩短的时间 那究竟行不行 如果经过立法会议员 他们的顺利通过 不要搞那么多 当然会比较快很多 鸡飞狗走 和删得删得删 删得删得删 删得删 往后的立法会 现在就很多的议员 经常会吹捧李家超 到时呢 要真的推一些不同的政策出来 会不会又有些什么问题呢 刚才提到三个字 公务员 现在又说什么 王公务员 又说什么 内鬼 西门寺说了些东西 接下来会不会又再捉这些点来逢 如果你不清除那些内鬼给我看下的话 那我们就没那么顺滩了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呢 我们也是那句了 拭目以待 其实都挺麻烦的 好像有一些小鬼在那里 冤枉冤枉的 到时令到施政有点麻烦 又不能够不理这班人 因为这班人已经成为了立法会议员 那好了 要再继续讲完 提到的提名票 今天见到 梁振英也有延伸 那我说 这一排呢 是不是那些记者 会暴住在这个中环广场 就是看谁来 哇哇哇 梁振英也来了 拍他 立刻等他交完之后 走去问他 会不会呢 那他到场之后 都没有回答那些记者什么问题 够够迈卖就逗留了大概25分钟 那都好像很厉害 也都由李家超的竞选办 副主任之一 陈清霞和陈勇就陪同离开 陈清霞都说了 梁振英先生亲身来交这个提名表格 是绝对支持李家超参选的举档 陈勇就说了 已经得到超过200张的提名了 具体数字仍然要统计一下 要查核一下有没有错留 那都对的 不要这么心急说出来 那梁振英都被称之为叫做KOL 那为什么呢 他在Facebook那些都非常活跃 他就说 都支持李家超参选的 他说祝他参选顺利 也都说了 香港的经济民生 和对外的声誉 和内部的信心 都受到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 被受打击 呼吁各行各业 各个阶层都要团结一致 重新全力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 在新的行政长官领导下 全面全速做好 亦后的重建工作 那这番说话 都是那句 听起来就好像叫做好弄筒 不过不要紧 大家都要买步向前看 那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叫做修例风波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李家超来说 在这个修例风波 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对于 那这段事情是怎么看呢 在他今天 下午回到竞选办的时候 和记者谈两句之余 也都有 讲起这一样东西 那问到他 2019年处理这个逃犯修定条例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缺失呢 那跟他说 初心呢 是要打击跨境的犯罪 履行国际的责任 也都强调了 所引发出来的严重暴力行为 港独示弱 外国势力也插手干预 推波助澜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 历史呢 会有一个公平的评格 那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 世界各地呢 不停播这些什么光时的 什么纪录片 相当之偏颇的内容 就算呢 你播这些那么偏颇的内容呢 是可能有些人呢 看完之后觉得 以为你们真是什么抗争者啊 觉得呢 好像警方呢 不停要逼迫你们啊 用暴力呢 来到影响啊 拘捕呢 你们这一帮 争取民主自由的人 那记住啦 看你们这一套 这样的 所谓的叫做 观众呢 那始终呢 都有个限度的 是不是呀 你们那些 扔砖啊 烧人啊 私料啊 装修一些 都完全都不知道什么 不关事 应该不是叫装修 而叫凝卫 这些行为呢 大把 違法的行为呢 多如天上凡事 你不要跟我说 这些就叫做合法 哦 争取民主自由 那就大X了 这样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来的 例如港区国安法 然后后来引申出来的问题呢 什么 例如好像 泛民啦 35家 这件事 你说历史 是否有个公平的评价呢 一定会有的 大家不需要担心 亦都可以叫做放心 他们经常以为自己很劲 又是什么继续要 什么 一代全一代 不需要全的 我们再传下去 都是假的 是不是 经过法庭的审讯 或者经过一些 真人的事实 例如小虎sir 他身体所受的伤害 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证 知道是你们这帮人渣 做出来这么恶毒的行为 走去 禍必及妻疑 扔烂一些警察宿舍 令到人家 小朋友 老人家都吓得 鸡飞狗走 这些完全是事实 历史呢 是会记载你们这些行为下去的 那究竟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那所以 有些人就说 林郑为什么没得连任呢 就说她搞出这个修例风波 搞到一头烟 所以呢 引发到这个 黑暴事件 就是说什么一意孤行 做得不好 那李家超这样说呢 我觉得就 很简单 可以叫做平反了 那个 很简单的将这个问题 射回去林郑月娥的身上 是挺不公平的 那提到一点 引用回他们的说法 就是初心 那本来的想法呢 不是说要搞到那么大件事 不是要这样的 只不过呢 是陈同佳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那班人 与陈同佳同行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希望大家要认清 事实的真相 不单止 给回这件事 一个公平的评价 甚至乎特首林郑月娥 都要给回一个公平的评价 那些人说到幕后黑手 其实很惨的 顶着黑暴事件之余 还要呢 现在被人说呢 什么罪魁禍首啊 又说这样那样的 不要那么疯了 是不是 那这次呢 李卡超说得非常之好 我看到也觉得很开心 看到这一段 那尾部多一点 谭耀宗都说呢 应该可以最少拿到500张提名票 那期待呢 今个月底呢 就可以交代那个政缸 那不过呢 未必会太过仔细的 那大家当是茶余饭后 一起拿来看一下 欣赏一下 那方向究竟是怎样 好吗 那好了 今天的六点钟新闻呢 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